翻起两页的罚单 桌游店业者脸上满是无奈 眼泪都快掉出来 因为明明没有营业 却被开罚六万元 讲一讲都想哭 其实我们做一页蛮辛苦的 我们真的很努力去配合 政府的一些防疫规定 从5月15号开始就没有来做营业了 这么委屈就是因为 在5月中他和员工在店内收拾整理 警方前来却误认成桌游店在营业 还制作零检记录表 但蔡先生想说店内根本没客人 以为警方只是劝道就配合签名 没想到5月底就收到卫生局的裁罚 我去澄寝了 对方的回应都很消极 我们这么努力防疫 却还被政府这样从背后捅了一刀 其实当下在收到这罚单的时候 真的有一度想说要去跳楼 这不是真的今天要出了人命 才有人去注视这东西 大声喊冤 这笔巨款缴款期限不到一个月 光是申诉流程 就被警局跟市府互踢皮球 至今没有任何下文 我们也跟当事人联系 可依程序提起夕院 那我们这边会依照相关的市政 会协助进行相关的行政救济程序 疫情期间已经停业三个月 业者损失超过10万元 如今还得要缴 这莫须有的6万元巨款 论谁都难以接受 环宇新闻 林维凯 吴明夜 刘佩婷 高雄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吴明夜 刘佩婷